除了这些这个事情 我们大家关注之外 另外一方面大家比较关注的 还是整个内房板块 因为其实我们综合来看 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 今年内房的债券 其实它也是到期的一个高峰期 那任何疑似违约的一个消息 一出现都可能是触发 投资者一个敏感的神经 那早前其实内房股 它升的是比较多的 现在家园的这个事情 引发出来之后 我们不说家园本身 我们只说关于这个 债券到期的一个问题 可能都会触发这个投资者 对市场一个敏感的神经 您觉得目前会有 这样的迹象出现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因为说真的 在一月份到期的也不小 大部分它需要找一些新的融资 比方说是银贷 还有一些新发的债券等等 所以昨天你会看到 当那个消息出来的话 债源有一个债务的问题 那个债券市场的波动 也是跌得挺厉害的 对 不单只是它一支无分 你会看到昨天很多 那些利房的隆起 它的股价表现也跌3%左右 但是债券市场跌的价钱 也是有一成或是一成一项 也是说大家比较担心那个情况 对 但是是不是真的非常需要担心呢 我觉得也不说一定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公司 可能会它短线有一些基金压力 但是去年12月份 你会看到很多利房公司 它已经成功发了很多的债 比方说了恒大 一些万科等等 他们也成功发了债 债券的几率也不是太高 它的金额也是挺大的 所以虽然我们在短线 可能会担心那个板块 一些小的公司 但是大的公司 如果真的是出现行业的问题 出现那个回套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买入的击溃 但是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是哪一支股份 如果它是它的债券到期的 今年比较多的 我相信就是逼一逼 不要去碰那些股份比较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盘面上 像中国恒大 今天是涨了1.8% 那融创是涨了0.39% 其实看到目前来讲的话 内房股也是有一个 小幅的一个回谈 那其实呢 说到这个内房股方面 我们刚刚也聊到了 关于债务方面 我就是会心中有一个疑问 因为我以为 昨天会对内房股来讲 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看到早段的时候 就说到了这个债券通的问题 那债券通 如果是真的开通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像是有很多银行 也有这个永续债 其实在债务方面的话 其实未来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前景蛮好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是否是给这个内房股 打开了一条出路呢 那我们看到 其实目前呢 这个两者是比较矛盾的 一方面呢 内房股它是在一种 负面情绪之下 因为关于这个债务问题 它其实是会触发 投资者一个敏感的神经 那另外一方面 在政策方面呢 其实有很多利好的消息出来 那在这两者的夹击之下 你觉得哪一方面的影响 会对内房股来说 是更加大一点的 我觉得现在的消息呢 就是一短一强的消息 就是一个是短线的 一个是长远的 是的 如果说债券通 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线的 对内房股有利 因为内房股确实真的是 发很多的债券 但是呢 在初期的债段呢 我觉得那个内房股的债券 不可能会有那个流通 在内地那些机构的投资者去买 因为他们的评级也不是很高 在最错的时候呢 应该是一些评级比较高的 或是说一个政府的债券 或是一些大廊筹股份 长河等等的公司 可能他们发券的评级比较高的 在对那个债券通 可能初期会买一些股份 所以说内房股是债券 现在的评级不是太高的话 可能会比较迟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也是几年之后 可能那个时间才会出现 有一些基金去买的一些债券 令到那个内房股 那些债券的区分越少此来 现在我们也是看短线吧 因为一年到期的 对他们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是这样子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 那我们下一阶段呢 再跟大家继续聊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